亚罗士达维基达州的首府并被淤为米都 小小的亚罗士达市区 聚集着许多保存完好的老建筑 或许你也颇为熟悉 可是您可知道距离亚罗士达不远处的项羽山下也有景点呢 转入7号公路 我们直驱距离市中心约20分钟路程的项羽山 经过一片宽广的稻田 路上可见形似大象的项羽山 还未到达项羽山 即可见附近有北马国家科学馆及稻米博物馆的路标 沿着路线我们可先到北马国家科学馆 在科学馆里体验各种以科学原理制成的有趣试验 北马国家科学馆占地不大 但每个角落却都有各种新鲜玩意儿 那些简单科学原理结合小游戏 让科学变得深冬有趣 原以为科学馆是个沉闷的景点 出乎意料的让我们流连忘返 龙卷风地震海啸是如何形成 无需看着教科书 就可以明白原理了 我最喜欢是那个没有琴弦的乐器 手指轻轻划过就形成音乐 另外这里还是有儿童乐园区 小孩可透过有趣的方式认识科学 进而爱上这门科目 离开科学馆 我们可到助力在稻田中的稻米博物馆 它是马来西亚唯一间稻米博物馆 独一无二的存在 稻米博物馆外观相当吸引人 博物馆以稻米为装饰 非常别致 走上梯级 到博物馆的柜台买票 走入内部参观陈列着 与稻米相关的历史 文化 学术研究与发展的展示评与资讯 馆内售有六个展览馆 让大家透过画作更了解 从古至今的重道发展史 这里也展示了农夫重道捕鱼的工具 让大家大开眼界 三楼的观景台也可让大家观赏 项羽山与稻田的全景 精彩的稻米博物馆 是您到埃罗士达不能错过的景点之一 参观了博物馆 可到项羽山寻幽探秘 或到稻田前拍摄清幽景色 感受田园风光 项羽山像是一只趴扶在稻田上的大象 原本壮丽的山脉也因此变得更有趣味 项羽山是亚罗士达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实为不能错过的景点 原来这里因为盛产水晶而吸引了许多游客 慕名而来 不为水晶而来 你还可以走入项羽山翻山越岭 贴近大自然 在项羽山的绿幽小径里慢慢地徒步 呼吸山林间的清新空气 感受绿荫间的微风 挥洒汗水 登上观景台 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宁可俯瞰亚罗士达的全景 与一片绿油油的稻田景色 原来亚罗士达的项羽山 不仅有着壮丽的山栏景色 还有值得探索的科学馆与博物馆 离开前 不妨把车子停在稻田旁 好好地欣赏田园风光 北马区击打项羽山国家科学馆Science Center 科学馆有两层楼 二楼为室内展览馆 展览馆里有许多根据科学原理发明的小游戏 让参与者轻松明白科学原理 这与一般的展览馆不同 宁可亲身体验及感受各个科学原理 在科学馆里自由穿梭 随意寻找喜欢的玩意 这里还有很棒的自然现象模拟一切 可解释自然现象如地震 龙卷风等如何形成 此外 这里也设立了小孩的专属天地 让他们透过简单的小游戏 了解科学 进而喜欢科学 开放时间 就M5PM周五修馆 入门票 免费 稻米博物馆Museum Party 这条路上绝不能错过的博物馆 因为它是马来西亚独一无二的稻米博物馆 它注立在一片稻田间 里面陈列着与稻米相关的历史 文化 学术研究 与发展史 馆内售有六个展览馆 让大家透过画作更了解从古至今的重道发展史 同时 这里也展示了农夫重道和捕鱼所用的工具 那些工具都是历史久远的生活器具 登上三楼的观景台 也可让您观赏 项羽山与稻田的全景 如此精彩的道秘博物馆 极力推荐您到此一游 开放时间 每日开放 开扎节修馆 9MPM 周五就M2.30PM 2.30PM 5.00PM 入门票 成人 2M5 小孩 2M2 项羽山 Bondentary 项羽山是极打极肤盛名的旅游圣地 更以形似大象的外观而得到项羽山的雅称 这座山盛产水晶而闻名侠耳 来到这里当然要进入洞穴里寻游探秘 登上观景台俯瞰亚罗士打的全景 会演示水晶的当地人会进入洞穴寻找水晶 再售卖给游客 据说这些水晶是活的 持续的浇水可让水晶成长 入门票 免费 油 艇 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